苗栗泰安经传严重车祸 这个阿嬷呢 载着孙女跟邻居的小孩上山 不过在下山途中 小货车失控 撞上了山壁 造成了一死四伤 我们立刻连线1010 10请说 好当时意外发生之后呢 救护车立刻赶到现场 请销人员 将两个大人 以及四个小孩送医 那么甚至有小朋友 还卡在山壁 以及货车之间 那么现场还不断传出 小朋友哀嚎 以及大哭的声音 我们来看一下 当时的情况 有四名小孩 其中有两名比较严重的部分 已经由当场的一些 现场的一些民众 合力把他救出 在旁边 我们的消防同仁到达 在现场以后 就像先比较严重的 两位的这个小朋友 就直接把他做 初步的急救以后 就送上车 就后送到我们东四的农民医院 这样 好当时发生意外的小货车 整部车侧翻在产业道路上 车头已经全毁 那么这起意外是发生在苗里的泰安 那么当时驾驶小货车的是一名 无姓妇人 她呢载着孙女 以及邻居的小孩 要上山踩梅子和贵族损 那么在回家路上呢 疑似在转弯的地方 车速过快 整部车就撞上了山壁 导致呢车头上的四个小朋友 全部甩出车外 那么其中一名九岁男童 送应之后已经没有生命迹象 那么整起车祸 也造成了一死四伤的悲剧 以上来自现场的最新情形 将时间交还给婚姻主播 好 谢谢伊利联系 稍后完整追踪